主料,草鱼500克,草鱼头500克,辅料,油,盐,味精,胡椒粉,料酒,花椒,生姜,大葱,大蒜,白糖,酸菜鱼全料一包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酸菜鱼调味料一包。 鲜鲜的草鱼,宰杀清洗干净,将鱼翅头,剔骨,取下两面净鱼肉,鱼头从中间偏开,鱼骨剁成小块,鱼片放入碗中,加入了袋状搭配调料包,将片好的鱼片放入大碗中,加入少许盐,胡椒粉,料酒,蛋清,生姜,大葱装鱼满味,炒锅加底油烧热,爆香葱,生姜,花椒边炒出香味, 加入酸菜鱼调味料包,煸炒7,8分钟,加入水,加入糖少许期限,煮至沸腾,下入鱼头鱼骨,煮至10-15分钟,调成微火后,将鱼片一片一片下入锅中,加入葱和蒜米,美味上捉了,烹饪技巧,一将腌制好的鱼片,抖开下入到汤中,不要过分搅拌,以免鱼肉碎掉,而鱼片煮边色即可, 不可煮久了,不然口感不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